歡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在川普遇刺之後 他現在的這個民調 大家認為說 在十一月應該會反映出來 他會呈現這個壓倒性的勝利 而從目前的賭盤來看 的確他的勝率 也是來到了新高 不過他也在關心 對於整個金融市場的影響 包括對於美債來說 會不會就是短多長空呢 而且會不會影響到 美國聯準會在九月降息的時間 會再往後延 另外在外資的一個部分 可以看到台股在今天 雖然沒有受到了 這個川普遇刺的一個影響 不過在今天還是開高走低 最後是小跌作收 不過在上個禮拜 外資空單已經突破了四萬口了 這是對於台股的後市 比較看空嗎 還是只是一個避險的操作 另外市場的重頭戲 大家也關注在 這個禮拜四台積電的法說會 從股價來看 似乎是有利多出鏡的味道 那麼接下來有沒有可能輪到中小型股來上場呢 另外中國大陸的三中全會 在今天開幕了 當然如何來救經濟呢 依舊是大家所關注的焦點 不過在三中全會登場之前 現在網友就已經酸說 這是現在來到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而專家也說對中國來說 這比躺平要來的更加的嚴重 還有在這個月從月中開始一直到這個七月二十五號為止 總共有十七檔的ETF將要進行除息 那麼其中最受市場關注的就是00934 在這一次可以說是暴利配息 配發零點三三元 那麼殖利率呢 年化殖利率是逼近了百分之二十 不過真的配比較多 對於投資方面來講是真的比較好嗎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李博亞太區研究總監冯志源 大家好 這張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前經營經理人溫建勛 大家好 這張分析師紀偉銘 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到馮總監 這個川普遇刺 現在讓他的人氣一下子衝到了最高點 而且連過去不太認同他 甚至公開批評過他的 包括馬茲克 包括阿克曼 現在都已經改變態度了 對 這個這張照片 可能會得到這個普利之獎 因為他要說那個角度怎麼拍得那麼好 然後一個嬌小的女生 然後川普正被幾乎講那個F的字 還好不是那個字 是fighting 那講了fighting之後 大家覺得說他大難不死 就跟我們中文講的一樣 是不是必有後福 因為現在的民調顯示 他可能獲得壓倒性的大勝 如果有看美國電影的都知道說 美國隊長這種美國英雄的塑造 其實對於一個人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形象塑造起來之後 包括英國的博弈網站 Bet MGM 就已經覺得說現在不得了 川普以壓倒性的這樣的一個民調的部分 可能會贏得大選的部分 那更重要的是過去可能一幫這些美股七雄 這些七巨頭裡面可能跟他有一些過節的 現在可能都紛紛表態出來 那第一個是誰呢 是馬斯克他在X裡面轉播說我全力支持川普 而且希望他趕快康復 那這個引述消息的人士報導說 還以這個報導說 這個馬斯克有捐款給一個支持這個川普的競選團隊 那這個數字沒有出來 但是呢是有一個可觀的這個金額 那他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拜登政府不是支持電動車產業還補貼嗎 為什麼他這個時候要支持川普呢 那是因為說現在補貼沒錯 但是呢馬斯克的電動車 特斯拉在美國賣不動了 他希望川普能夠跟積極的作為 去檢討中國對於能源車 電動車的一個補助 那如果加拿到這樣的一個衝突性 其實對馬斯克是有利的 另外一個大頭是美國對沖基金的大亨 阿克曼他也公開表示 也是在X上面公開表示支持川普 那麼他講說我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而且是謹慎理性所做出了一個決定 不是因為一時的這種情緒化 他過去也是曾經公開批評過川普 那過節最大的應該就是後面這兩位 第一個是亞馬遜的貝佐斯 因為他從二零二三年的十月之後 就沒有在任何的社群平台上發文 他為什麼跟川普有過節 是因為川普過去曾經批評 這個貝佐斯的這個所擁有的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說這個報紙只是一個遊說性的一個媒體 那這樣子就從此跟這個貝佐斯結了一個糧子 但即使如此發生這個槍擊之後 貝佐斯也罕見發文大戰川普遇襲之後展現的這個風度跟勇氣 就是一個美國英雄的一個象徵 那意思是說要把這個META的這個CEO抓去關的這個川普 那META呢十二日的時候也表示說要取消這個川普 因為原本對於這個川普的臉書跟instagram 其實是有限制的 但是這個槍擊要發生之後 居然也宣布要結束 對於他們的一個相關的一些限制 這是非常難得一個 變成一個狀況 轉換得好快 他日前才說要把這個祖克伯 如果說他再入主白宮 他把抓去關 甚至讓他小心一點 對 沒錯 我想祖克伯現在態度都出現了急轉彎了 不過現在大家也說這個川普遇襲之後 對於整個金融市場 包括像是美元 包括黃金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那我想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一樣這種政治上的事件呢 一定會有個避險的情緒 那就會轉向這些避險的資產 哪一些是避險的資產 無害物就是美元 美債 黃金這一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北宇有講到 對於國內外的金融市場 目前看起來 還沒有明顯的一個衝擊 可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慢慢的這些避險資產 也有一些波動 第一個波動最大的 應該就是比特幣 因為比特幣就曾經穿破 這個六萬美金 這樣的一個大觀的一個狀況 另外跟川普一些相關的 這些民因幣的一個價格 也高歌猛進 所以就像這個MAGA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數分鐘之內 還暴漲了四十幾個percent 另外公債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件事情之後 發生之後 公債殖利率其實是有往下的 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往下 大家去追逐這個 所謂的一個債券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看債券的一個趨勢來講 其實也不是只有川普發生槍擊案件 才往下 這段時間 他其實已經往下一段時間了 而且還有研究機構認為 就是說可能在今年夏天 慢慢的還在降息之前 可能慢慢的公債殖利 就會穿破四個percent 這樣一個上限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跟所謂的美國的通膨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就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一個狀況 其實六月份的時候出現 那個負零點一要比上個月還要緩成長 那個負成長的一個狀況 那整個在通膨的部分 其實有獲得有效的一個控制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無怪乎 你看這個Fat Watch的部分 在下一次也就九月份進行降息的機率 高達九成的一個機率 認為說這個降息 應該是非常穩定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可以持續有公債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 都有相關的公債的 這個ETF的部分 可以持續再來觀察一下 另外一個避險很重要的工具 那就是在所謂的美元的部分 可是我們看美元這段時間 反而是一個比較弱 即使川普發生槍擊之後 好像也沒有往上拉的感覺 他反而又緩跌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呢 其實這也是反映到就是說 雖然這個避險資金 有可能會進美元 但是因為聯準會有可能會降息 九月就會降息 那降息的情況之下的話 自然而然美元指數 可能也不會有太強的一個表現 會有壓抑的一個表現 那黃金的部分 導致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高檔 震盪的一個狀況 那隨著避險資金的 不斷的一個入駐 我想這個傳統的 這個避險的黃金 也是這個避險資金 進駐了一個重要的一個標的 好 剛剛馮總監 我們看到在川普遇刺之後 除了他個人的這個民調 大家認為說一定會大幅的上升之外 包括美元指數 受到美國聯準會有可能還是會在九月降息的影響 其實美元指數還是走跌 反倒是金價是呈現了高檔震盪 不過我們要請教微良 現在台新的這個經濟學家 我們看到他就已經提到了 在這一次川普預期之後 他現在勝選的機會很高 那大家也就是說 那個降息的時間會不會有可能會往後延 因為很擔心說 他實施這個高關水之後 以後美國通膨的問題 更是居高不下 那麼降息真的有可能再往後嗎 好 那因為根據民調跟賭盤來看 川普本來就是基於領先地位 那這一次這顆子彈射出來之後 讓他的身勢更為高漲 所以我想從現在開始 我們都要做好的沙盤推演 對 就是如果接下來十一月 的確是由川普入主白宮 那對於整個投資配置上面 該怎麼調整 首先大家所關心的降息的問題 其實剛剛有提到 根據最新的Faywatch 目前如果在九月份 降息一碼的機率是89.9% 其實比起上個禮拜 我們看到就是CPI數據下滑的時候 當時大概估計九月降息機率是86% 換句話說這一顆子彈 或者說川普入主白宮的話 其實並沒有改變 九月就要啟動降息的預期 反而是這個機率還提升了 所以債券市場的多頭 也渴望正式開始展開 那至於說股市的部分來看 其實大家關心 這次的這個政治事件 會不會讓美股在高檔開始出現反轉 甚至崩盤了 可是在歷年來 這個所謂的總統遇襲遇刺的事件 並不是第一次 包括最早的時候 在1933年羅斯福的時候 還有在1950年杜魯門的時候 其實都有碰到類似的情況 那股市都有反應嗎 基本上在遇到這個所謂的暗殺 或者說襲擊的事件 當天股市難免一定都會先下跌 因為畢竟這個出現了一個突發事件 可是最重要就是我們看到隔一天之後 市場其實很快就回神了 甚至完全就是收復跌幅 包括你可以看到像這個幾次的事件裡面 在隔一天他都出現的是大漲 幾乎都是漲多跌少 即便是在歷史上 而唯一一次美國總統真的是遇刺 而且發生很不幸的就是身亡的事故 那就是非常著名的1963年的甘乃迪事件 那身亡過後 其實隔一天股市反倒是大漲3.98% 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除了他有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之外 其實在股市的表現上面也相當的理性 因為畢竟美國股市是以多數的機構法人交易為主軸 所以他比較不會因為這樣特定的事件 可能就是恐慌性的持續的灌殺股票 因為畢竟影響到股市最重要的力量 還是在於中長期基本面的發展 那當然如果川普入主白宮之後 其實過去霸榮週刊就已經有提出過分析 因為根據上一任的一個經驗 大家知道他常常會去擾亂這個市場 那這個雖然是 很喜歡發文發表他的意見 對 雖然說他其實是一個狂人 不過對於股市上面 或許也沒有大家想像那麼悲觀 我們先看就是說 如果他發文發少一點的話 其實對於股市來講是正向表現 那如果發文比較多的時候 的確股市短時間表現可能比較容易下跌 但是如果真正把時間拉長來看 其實在川普任內 其實他前面的三年的漲幅是41.5% 那反倒是贏過拜登的前三年的任期31% 所以在川普執政的時候 他其實股市表現是非常好的 對 所以印象中 感覺他好像是狂人狂語 但是其實這個干擾一下股市之後 最終還是上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當時美國股市的一個上漲趨勢 也很明確 直到發生疫情 那當然就是一個全世界都受到影響的重大事件 對 所以我認為先不要太早下定論 認為說川普當選好像股市要翻空 其實從過往的種種經驗表現來看 我覺得還是強調影響股市最重要還是在於基本面 好 要再請教薇良 當然這個禮拜影響臺股的兩個重頭戲 一個就是台積電在禮拜四的這個法說 另外一個就是禮拜三 臺指期要結算 不過在上個禮拜 外資這個空單已經超過四萬口了 這只是單純在避險嗎 還是說真的對於指數 接下來是真的不太樂觀了 好 過往看到外資的空單 如果來到兩萬口 我們可能已經開始冒冷汗 三萬口的時候 可能已經啪啪刷了 會啪抖很緊張 因為感覺好像三雨欲來 對 那現在超過四萬口 有了史上最多的一次空單部位 但是我們如果把過往的一個外資空單 對照大盤指數的變化 拉出數據跟圖形來看看 這個零週以下部分都代表是空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2021年的時候 這個地方外資的空單水位三萬多口 而且也其實非常接近四萬口 三萬多口 可是股市有沒有因此而暴跌崩盤 並沒有 股市還是呈現上漲 換句話說 外資其實他放空 不等於他認為要大跌 甚或是他主動的希望把這個行情踹下去 因為這麼做對他來說 也沒有真正的好處 大家想想看 不要只看到外資的一面是他有空單 可是你同時要去觀察到外資的另外一面 是他握有非常非常多台股的所謂的現貨部位 那我們知道現在台股的總市值已經來到 大概將近80兆台幣 那外資長期性都大概持有台股 大概四成左右的部位 算起來大概就是有超過30兆的現貨部位在手上 所以對照他這次四萬口的空單 大概這個部位市值是差不多1920億 那即便考量期貨的槓桿倍數之後 我認為你去對照30兆元的 他的股票的部位來講 這個其實都只是避險策略 所以我覺得外資在這邊 隨著指數跟市值不斷的水漲長高 他對應一定要有一些避險 當我們如果只有50萬100萬在做股票 你可能也不會有避險的想法 就是衝衝衝 可是當如果你後面多好幾個零 你有1億 甚至你有10億百億在做股票 一定要綁好安全帶 那因為空單其實也會對應 就是說指數位階越高 他空單當然會拉高 所以現在都已經到兩萬次附近的話 他部了四萬口空單 其實還是以避險的這個需求 是會比較高的 沒錯 那至於說這個禮拜 還有一個重頭戲 就是台積電法說會 那外資在這邊當然 已經開始陸續調高目標價了 那我想這個當然就代表 有樂觀的預期 那外資越樂觀 我就越不敢樂觀 因為代表這個可能會有 先卡位性的買盤 那尤其是這幾天市場 一直在傳出說 台積電可能會調高資本支出 所以從上週陸陸續續看到 一些所謂的設備股的股價 又開始往上爆發 那我提醒大家 先不要去做追價動作 因為這一次的法說會 是一年裡面的第三季 也就是第三次的法說會 通常台積電 真的要有比較大動作的一些 展望的調整 裁測的調整包括資本支出 應該會是在年初那一次 一月份 再不然就是等到第四季 十月份的那一次 所以我個人判斷 在這一次的法說會 他要有一些資本支出 調高的計畫 或者說其他 意想不到的大利多 這個機率是偏低的 會不會有一點點利多出見 大家說如果消息面 沒有更好的消息的話 會不會對於股價 就有帶來更大壓力 是 因為的確積優升 所以加上股價是創歷史新高 即便是長多的格局 不過我認為不需要 在這個禮拜 好像有這種押注性的買盤 去賭法說會不會有一個利多 然後隔天大幅度的跳功開漲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好的公司 總是會有休息 或者說拉回的時候 那危機路式才是更好的選擇 剛剛威良大 我們看到在這個禮拜 兩個重頭戲 當然其中之一 是在禮拜三的台紙期結算 那麼外資目前是在期貨 佈了空單 那麼做避險 那麼在台積電的部分 還是要特別關注 尤其是在資本支出的一個部分 不過回歸到整個市場 大家非常關注的 還是在這個美選的一個部分 川普遇刺之後 在他離場之前 剛剛我們有特別提到 那張照片 太經典了 真的非常經典 現在竟然還可以做成 相關的商品來販售 自從川普被這個槍擊之後 我想全世界所有人都覺得 他穩了躺著都會上 只要他活著 到他選舉那一天 安穩的出現 大家覺得他是勝算 大幅挺高 不過進行不止美國人 現在很想要買在這個周邊的商品 連中國大陸都有這股風潮了 中國大陸的電商實在是太厲害了 先跟他講一下 像這個川普這個Fight有沒有 這個鎮臂高呼 Fight了三次之後 這個一張照片 實在是全世界都在傳送 那在六點半的時候 就是美聯社就發出這樣一個照片 讓全世界都看到 結果不到兩個小時 中國大陸的所有電商平台 就已經開賣了 而且賣的時候 接訂單了嗎 對 那大家就很好奇說 你接了訂單 你到底是做不做得出來 那這個賣家就說 我怎麼可能做得出來 這事情才剛發生 但是我一點都不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一分鐘都可以生產 一到兩件類似的衣服 所以這個不會有版權的問題嗎 你要講版權 當然會有版權 這一定是美聯社的版權 這版權大大有問題 但是他一兩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接了三千張以上的訂單 因為這個梗實在是太有趣了 我們不要講有趣 就對年輕人來講 這是一個時事梗 這是一個黑色幽默梗 有沒有商機 當然是有 所以中國大陸大發川普財 但是真的要發財的是誰 我相信是川普本身 川普是地產大亨 他是商界名流 他在去年的時候 就被抓去監獄裡面 然後大家就 他的競選團隊也很會 也很會選舉 你要把我拉去監獄吧 好吧 反正史無前例 我就在裡面拍一些 我競選的商品 他這個什麼樣子呢 就是雙眉緊鎖 然後瞪著你 眼睛瞪著前面 I want you 有沒有我看著你 然後帶著我的紅色的 這個招牌領帶 那他這裡面包含了什麼 有包含衣服馬克杯 然後還有這個車子貼紙等等 賣得從一千塊七百塊三百塊都有 現在連他這個罪犯大頭照都很受歡迎 非常受歡迎 大家就想說怎麼會有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 有一個這個罪犯大頭照 而且最有趣的是他的上面的slogan是什麼 never surrender 我絕不投降 這個就是非常符合美國人 他這種英雄個性 就是美國人他喜歡怎麼樣 我喜歡一個強硬強勢 但可能做錯的總統 我也不要一個做對 但可能軟弱的總統 他們很喜歡這種英雄主義 對 所以never surrender 我絕不投降 你要幹什麼 over my dead body 就是類似大概這樣子 而且美國也非常的熱賣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這個古今的選舉都揭然 一個候候選人 如果他一直被做什麼事情都被嘲笑 都被嫌老 嫌這個忘詞 不容易選上 但是他連我被追翻大頭照 大家都很年輕人 都去追隨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 就容易能夠選上 這個古今揭然 大家中外大家都是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就想說 如果你選上了我的路股怎麼辦 其實對於川普 他們雖然追這個風潮 但是對於川普選上 中國大陸還其實蠻擔心的 非常擔心 因為川普他就是關稅人 對 中國大陸所有東西 你只有60%以上的稅 再說 那就有學者預估說 如果你真的是 真的這樣做了 我中國大陸GDP 會掉兩到三個百分點 所以中國GDP 今年本來是要保五 你知道保五 砍掉2% 3% 就只剩下一半左右 所以路股就很緊張說 今天怎麼辦 今天會不會大跌 就還好 今天的上海 對 之前先跌過了 現在就沒有那麼的嚴重 好 所以路股就很怕說 A股是不是沒了 就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戈爾股票今天大漲2%左右 為什麼是戈爾 川普不是耳朵受傷嗎 污住耳朵耳流成何 就戈爾升學今天大漲 他是取諧音嗎 取諧音這樣也可以大漲 這個諧音梗 而且戈爾 這個流這麼多血也漸紅 今天還真的漸紅 我們看今天的這個走法 是這樣子 中間是休息 他今天漲了大概2%左右 戈爾升學 大家覺得實在是太地獄梗了 因為戈爾升學是很有名的 蘋果概念股 不管是戈爾還是力訊 都是我們去中國大陸 拜訪延調的時候 必須要去看的公司 就因為這樣子莫名其妙 就大漲了 那不止這樣子 有人講說路股的 鏡頭是什麼 是玄學 而不是科學 因為在川普的耳朵 都真的流血了之後 沒有想到 這戈爾升學就發布了 還有一個好的利多 就想說我上半年的 這個獲利 要增加1.8倍到2倍 那花旗環球還真的調高平等 目標24塊人民幣 所以今天還大漲 那我們該講說 還被花旗調升平等 對 我們該講說地獄梗 就是諧音梗 除了這個戈爾之外 有一個最有趣的叫做川大制勝 這個沒有諧音 這為什麼會是會長 習大 習近平叫習大 那川普不叫川大嗎 川大要制勝要贏了 怎麼會沒有諧音 當然有諧音 那可是有趣的是 他今天是你看一字線 對 漲10% 川大制勝漲10% 所以路股就說 這是川普概念股 我要勝選 我要慶祝 所以一字線 川大制勝漲得比戈爾股份 還漲得更多 對 大家就好奇說 川大制勝到底是什麼公司 他是在四川裡面 做民航機的軍用的一家公司 各位就想想看 這怎麼會是川普概念股 他只有川大制勝 看起來是有點像 但其實他是 中國大陸的民航自主公司 他其實是川普要勝選 消滅這一方的 所以這個 今天的大漲只能說 路股的鏡頭是玄學 大家玩諧音梗有點玩過頭了 不過再請教一件事 我們說到路股的表現的話 接下來還是要看中國大陸 到底經濟怎麼樣 他們三中全會在今天登場了 大家對於經濟還是很看帥 講到了川普完畢之後 講到了習大 有沒有 剛剛是川大 現在要講習大 就會比較嚴肅一點 因為他給人家習上 就比較嚴肅一點 那今天是三中全會在北京登場 其實中國大陸為了這三中全會 我相信他有鋪了一些梗 因為上禮拜的路股 他就做放空 有做了一些限制 就借券賣出 有做了一些限制 所以路股看起來 最近比較平穩 不能讓他在三中全會的時候跌 所以要鞏固一下習大的領導中心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面對到的一些問題是什麼 是經濟上的一些困境跟困難 那學者就是說 因為習近平他不認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有問題 所以能否大刀闊斧改革並不樂觀 講到官方來講 中國大陸的三中全會 他現在喊出個slogan是什麼 貼近人民要進行改革 但是真的能改革出什麼一朵花出來嗎 大家是比較抱持存疑的態度 那現在有傳出一個叫做 中國的歷史垃圾時間論 這聽起來是攻擊性還蠻強的 一個網路言論 他應該很快就會下架了 這是在三中全會登場之前 這句話變流行語 對 那大家想說 什麼叫做垃圾時間 這是譬如說在籃球 我們大幅的落後的時候 大家就把主力換下去 叫垃圾時間 棒球呢 反正已經落後五分十分了 那我就可能請野手上來投 這個叫垃圾時間 那現在傳出說 中國的歷史垃圾時間是說 這是一個奧地利的經濟學者提出 就最近現在的經濟已經背離了規律 那個人又無力改變 就變成是歷史上面的一個垃圾時間 這當然對中國大陸現在的一些所作所為 是進行很大的一個批判 我相信這樣一個言論 可能很快也被消失掉 那所以官方就出來講說 這個比躺平論更危險 更可惡 這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太悲觀 過去大家說這個經濟躺平躺平 結果歷史的垃圾時間更嚴重 對而且在這麼敏感的時間 是不允許的 那我們要講的是 現在是不是垃圾時間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討論 但是不管怎麼樣 現在是中國大陸的經濟艱混時間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那最近就有一個例子 是中國大陸的中金公司 九四年下大概三十歲左右 最近的金融公司在中國大陸是很艱混的 因為他被降薪 又被追薪水 而且追了薪水 被追獎金 而且可能追兩年前 三年前 這些獎金 我都已經去買房子 買車子 度假玩完了 我就發生了 換不自己房貸 然後就壓垮 他成為最後的沉重的稻草 就是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那最近我們講說 中國的北上廣深 連在深圳這一帶 也出現了很多的遊民 他們就睡在這個地方 這是怎麼回事 他應該是深圳的臺北車站之類的 就是找不到工作 那你也沒有錢去住這個飯店 你怎麼辦 你就要在相當地求職 所以這個叫做人礦 人力的礦 在那邊就是變成遊民的意思 那我們講說深圳 他講說失業比去年年增40% 我舉一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廣東有一道廣東工業大學 他當地算蠻有名 全球大排名300到400的一個學校 他的一個官方統計就是說 他失業率大概超過一半 所以年輕的高學歷的失業都超過一半 那這種其他的失業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學歷漂亮的話 現在已經不是就業的保證 對 所以現在三中全會經濟的這個艱困時間 恐怕還是要必須去面對的 好 監訊讓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現在經濟的這個隱患 還是很嚴重的反映在他們這個失業率的一個部分 依舊很高 不過以後會不會有更多的這個工作被機器人給取代 導致這個失業率變得更高呢 我們要請教偉銘 揮答現在帶起了這個AI的一個熱潮 現在投資大佬呢 認為說揮答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會不會泡沫 有這樣的一個擔心 但是他們很看好 這個市值渴望達到五十兆美元 對啊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前一陣子那個NVIDIA 不是一直噴嗎 然後你股票分割完以後 在近期又在休息 大家會想說行情是不是已經結束 但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說的AI是一個十年一遇的大機運 所以他不會再 長了一年以後 他就結束了 就像台積電 他走了一整個大波段 從原本兩百多塊漲到破千塊 他這一段時間其實走了好幾年 原因就是因為 他是一個長期具有競爭力 而且有護城河的公司 那NVIDIA必然也是如此 所以現在這一些美國的科技大佬 他們這些投資圈的 那現在是Anderson 他出來講說 在未來十年裡面 NVIDIA的市值 甚至會來到五十兆美元 五十兆美元是什麼樣的概念 事實上標普五百 現在全部的公司的市值加起來 都沒有五十兆美元 大概四十幾兆而已 所以揮打一家公司 就可以超越整個標準普遍牌 全部的公司 十年以後的NVIDIA 就可以超越現在所有的標普五百 那當然啦 這件事情到底股價會不會到 我們十年以後才能來驗證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目前整個華爾街的投資圈 對於NVIDIA的股價 他們這一波漲勢 並沒有預設一個天花板 那麼以這樣子的估值來去做計算的話 跟NVIDIA目前的價格來比起來 大概還要再漲十六倍 我們講十六倍 其實說真的好像還好 你說台積電 從最一開始的兩百多漲到一千 這段時間沒有十年 那他也漲了五倍 所以十年要漲十六倍 這件事情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那我們要注意到的是 其實現在大家在討論到的深層室的AI 他最主要用的是我們一些基本的服務 我們跟GPT去聊天 然後還有一些幫消費者的服務 分析師覺得這樣子的功能有可能被誇大了 因為在AI的應用的場景上面來講 我們更應該要著重的是什麼東西 去解決人類更大的問題 舉例來講像是自動駕駛 機器人技術跟藥物的發現 因為目前藥物的研發 很多的蛋白質 你要用人A去做研究 他們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試 可是你讓AI他們用演算法去跑 那可能就可以節省掉幾千倍 幾萬倍的時間 所以覺得應用面的話 應該要更加實際 貼近生活一點 沒錯 而且我們要理解到的是 因為AI大概你從去年 大家才開始廣泛認識 所以很多的應用 從去年到現在 其實他都只是 大家還在慢慢的熟悉 就有點像是當時電腦 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還不太會用鍵盤跟滑鼠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練習使用AI 而在未來AI的應用 也當然會越來越多 所以NVIDIA在這一些領域裡面 他提供的是什麼 一個領先的地位 就有點像是晶圓代工 我們就會想到台積電是第一名 所以他們的股價上限估值 好像是沒有天花板的 這也是為什麼分析師 可以長期認為NVIDIA的股價 能夠持續往上走 那另外我們除了硬體 因為NVIDIA做GPU 在軟體的部分 還有很多的演算法 還有很多的模型 需要去做開發 現在OpenAI也準備要開發新的AI模型技術了 ChartGPT是一個 但是我們實際上在使用這個ChartGPT的時候 有很多的限制 不知道肥宇有沒有跟他聊過天 其實我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在處理專業問題上面 真的是無話可說 但是他在處理一些 常識性的日常問題 就很容易出問題 例如說我問他說 請問馬爾濟斯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他可以怎麼回答嗎 他就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吃可以食用的肉 我問這個不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嗎 而且重點是 這些ChartGPT 他還會怎麼樣 很肯定的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他就是什麼一本正經的 在跟你胡說八道 所以在一些常識性的問題上面 他其實沒有辦法做到跟我們人類一樣 反而是專業性的是沒有問題 專業性的沒有問題 因為那些東西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所以現在這個Strawberry的模型 是希望可以把AI訓練成 跟人類一樣看待世界 我們除了在硬體跟軟體的演算法上面 實際的生活應用場景 我們剛才講了 人類正在學習使用AI 我們現在有了AI機器人 也可以寫書法 故宮開始也在訓練這個機械手臂 所有的未來的觀光景點 或者是任何我們能夠跟人類 去做互動的地方 這些都會用到所謂的AI 不管是在機器人也好 還是任何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去做期待 所以現在故宮在十二號的時候 就推出了機械墨機跟聲控行壽 這是兩個東西 首先第一個是讓機器人的手臂 怎麼樣 去臨摸這個王羲之的行書的筆跡 所以他寫出來的這個字 機的話就是看起來真的就是王羲之寫 幾乎就是看起來一模一樣 對 雖然我們不知道 他是不是跟當時用的手部肌肉一模一樣 但至少寫出來的字 我們可能兩份擺在一起 一般人至少我自己 我可能就分辨不出來 那除此之外 還可以用AI來去製造出 所謂的生動可愛的神獸 他怎麼做 他是在教小朋友 用那個很簡單的這一個電路的機構線路 教你怎麼做 然後做出一個可以自己去跟你互動的一個小小的一個神獸 所以現在的這些AI實際上在應用在我們的生活場景裡面 會越來越普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以這一些 不管你是在做書法也好 還是我們看到很多國內教授 他們都會去持續開發很多的演算法 那我認為這些東西 他就是一個未來 我們會不斷看到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期待 在未來會有更多的AI的場景 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好 再請教文明 現在高盛預測說 人型機器人在2035年會呈現爆炸性的成長 這樣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那麼在臺股當中 哪些概念股可以留意 我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整個機器人的概念股裡面 大家不要覺得好像機器人是一個很陌生的 雖然他確實是在今年 我們說大概就是在今年比較廣為人知 大家開始好奇研究 實際上機器人 大家很簡單 把它分成五個部分就可以了 第一個叫做控制模組 所謂的控制模組 就例如說機器人的手 他要怎麼抓 他要怎麼彎怎麼折 這個叫控制模組 那什麼叫機構模組 你必須要把動力傳到這些手 他的手指上面 讓他去抓東西 這個叫機構模組 再來你要讓他抓 你要有動力的來源嘛 你要動力來源 你齒輪要怎麼轉 這個叫做驅動模組 再來呢 我認為裡面最重要的 也是台股現在最噴的 叫做感測 感測模組 這一塊 對 感測模組 所謂的感測模組 就是他怎麼讓機器人去看我們的世界 怎麼去聽我們的世界 所以我們的五官 而我們怎麼去感知世界的 我們要讓機器人 也能夠用同樣的方式 去感知這個世界 所以感測模組 對於整個產業來講 他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領域 因為你過去這些 大概都是傳統的機械業能做到的 所以我認為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那我們也預期到了中小型股 比較容易輪動 感測模組 這塊就是大家要去做留意的 所以第一個是6570的維田 那維田他事實上是 加世達集團裡面的一個子公司 那加世達他是在明基友達集團下面的 那加世達集團的工業電腦廠 我們再幫大家補充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去看工業電腦廠 我們剛才前面講了 這麼多的模組 很多都是在過去工業生產 上面會用到的 所以你機器人前面那些什麼索羅門 這些辨識的東西 漲完了以後 市場就會有一部分的資金 想要回過頭來看工業電腦 那羅生這個維田 他除了他是工業電腦廠以外 近期也跨入了半導體設備領域 他的亮點在哪裡 事實上他在做的是2D的視覺感測 所以他在做的東西跟充態 跟圓鋼跟羅生跟這個索羅門 其實是一模一樣 但市場還沒有發現 其實也是機器人概念股 而且我們剛才講到的羅生 有通 然後充態跟圓鋼 事實上也很多都是在加世達集團裡面 股價漲幅基本上都是40%起跳 而我們6570的微田 大概從5月漲到現在 雖然看起來近期股價 感覺也漲蠻多 那實際上面你去算的話 他大概漲幅不到20% 所以人家漲200% 漲50% 他漲不到20% 很多的這些機器人公司 他們的股價都已經過了 一個歷史新高 過了前高 但微田現在他還在一個 沒有過前高的位置上面 再來第二間公司的話 是3094的連結 那連結的話 他也是一個有副爸爸 或者我們說副媽媽的 這一個一間公司 他的爸爸是誰呢 是聯電集團 聯結原本是這一個聯電集團旗下 的一間IC設計公司 那這間設計公司 他原本在做的 就是很多的網通的晶片 那在大概前幾年的時候 也開始跨入所謂的視覺辨識的 這樣子的晶片設計 雖然當時不是為了要設計 給機器人使用的 可是在當時 他們已經開始往這個技術去做發展 剛剛好現在機器人的這個產業 開始慢慢的升溫 開始有一個發展的時候 連結他在接下來 就有可能會轉型所謂的IP股 因為他前面做了很多 跟這一些視覺晶片 CIS語音辨識有關的這些設計 那他們在未來就會變成一個相關的制裁 氣制裁 那他是未來只要人家要用 直接跟他借就可以了 所以再加上他後面有所謂的邊緣AI 處理這個語音辨識 又全部扣回去我們剛剛講到的感測模組 那以股價來講的話 很多的股票其實已經漲上去了 他的這個機器 你看他已經這樣子 整整一整年的時間都沒有漲了 所以對比現在很多台股都已經漲到天上去 漲到右上角 這類型還在低機器的股票 而且剛剛發動 我們認為只要有回檔 都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來關注的是呢 七月中開始呢 進入了ETF的這個除席大秀 到底要怎麼挑選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瞭解